本期的主人翁那可不得了了 她可是暗黑界最端庄最优雅 最有气质的女 呦 此时五岁以上影迷的最爱松下沙蓉子 松下沙蓉子出生于1990年 不说不知道吧 人家还是90后现年31岁 出道前根据萨德本案所言 是某航空空姐 后来是李奖师副业暗黑女神 正值年收入487万日元 真是一位才冒兼备 无论谁都会羡慕的职业女性 松下沙蓉子有着165公分的身高 F-cup凶器以及白老虎再加上 充满干练形象的短发造型 看起来既清秀又文静穿上外的西服 更加令人叹为观止了 可能是北海盗出身的缘故 她的皮肤非常的白 所以综合以上的种种优点 松下沙蓉子一出道 就很快确立了人气女 U的地位 在2015年的时候 她以萨德专属女又身份出色亮相 当时她的身份还被设定为 之前是某大型航空公司的空姐 出道前正值是礼仪讲事 只是以兼职的身份参加演出 至于真假 大家也不用太纠结 反正结果很受欢迎就对了 到2016年的4月份为止 松下沙蓉子在萨推出了6部作品 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空姐题材 虽然有些千篇一律 但反应还算不错 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发展得如此顺利的 松下沙蓉子居然从萨转到了 Tacker到底又是什么原因 让她从正常的萨转去 充满了挑战的Tacker重新出发 这个确实是无从考究了 不过从结果上来看 她加入Tacker 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当时给人感觉 是如此温文尔雅的松下沙蓉子 居然还会参与到奴隶 以及布伦题材的作品当中去 观众虽然感到非常的吃惊 却又非常的喜欢 这或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反差所带来的化学作用 松下沙蓉子虽然已经非常红了 但平时的爱好也就是读书和茶道 一副不时人间烟火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 她一直都不开通IG和推特 也很少参加活动 这样使她的私生活充满了谜团 在粉丝的百般要求之下 她终于在2019年6月份 开通了IG和推特 但貌似也是走走行事 而关于她日常生活的照片和信息 还是非常少的 这里顺带一提 2019年7月的作品期 北德住下后 眼长影迷最爱的女佣松下沙蓉子 就一直没有作品 虽然从她接受网路媒体访问 畅谈出体验 以及让她喜欢的为爱 鼓掌氛围 以及在推特 IG上传的现场照片 就知道她并没有离开 但一天没看到她的作品 影迷们就不能安心了 在经历三个月的发片空窗期后 影迷们终于等到松下沙蓉子 发行新作孵出去 松下沙蓉子这次不止要发片子 更重要的是在推特和IG注册 账号发文及接受网路媒体采访后 准备举办活动 她在2019年11月21日于秋夜 原举办了职业生涯第一次的见面会 2018年的那份民调得出 年纪越大的影迷越喜欢她 差的就只是走出荧光幕接受影迷欢呼 而在注册推特 完了之后状况已经有所改变 上了周刊大众拍吴马写真已经够让人惊讶 因为很多女游非常排斥这种大众媒体 一迷美淑女之名上网站饭子 接受访问更让人对出道以来始终是一团谜的踏友 了初不了解 其中有两件事情还是非常值得一说的 首先是关于松下沙蓉子的初体验是在高一时在男友的 房间里发生结果被其父母察觉 喜欢在为爱鼓掌的时候调整 灯光配上音乐制造浪漫的气氛 就和外表一样 松下沙蓉子给人端庄优雅的印象 但也有年少轻狂的一面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更喜欢他了 而第二件事就是松下沙蓉子 出道之前和自己的已婚上司有染 后来被公司发现 于是他也就待不下去辞职了 而松下沙蓉子最大的成就我觉得莫过于 凡则在2018年做的女游人气调查 他在45岁以上的观众当中人气排名第一 要知道那一群人可是会真金 白银掏钱出来买DVD的 是消费的逐利 2020年最让人遗憾的事是什么 除了疫情爆炸活动停摆 许多人离开了外 在暗黑界应该就是松下沙蓉子隐退了吧 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问 松下沙蓉子的行踪 不管是消息还没提提好 不愿意相信他隐退 或是希望他复活也罢 大家都希望这位年长影迷的最爱 赶快回归女 有的岗位 只是从他现在的身份看起来不太容易啊 那隐退后的松下沙蓉子在干嘛 然后他就成了YouTuber 神通广大的日本影迷找到了他私人ID 现在的他名幻自然派美容家Noriko 就他的说法 从小他就有很严重的过敏症状 长大以后 因为工作压力让状况更加严重 所以他努力学习生化学 免疫学量子力学 解剖学营养学以及农业 总算有了些小小的心得 现在他决定把所学贡献给社会 除了拍摄YouTube的影片 他也接受线上讲座的邀约 看来在过去不玩推特 没有IG也不办 活动的日子里除了拍片 他一直很认真的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而现在摆脱了松下沙蓉子这一名的束缚 不再是空姐 也不再是寻回讲师的他 终于要把真正的自己给大家看了 这是好事 你可以试试送出追踪IG的请求 也可以看看他YouTube频道的影片 好好地认识这位退去暗黑界 神秘面纱的自然美容家 祝福他成功愈来愈美